Tabata BATTLE BATTLE 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我們的Tabata Battle大賽第二集 今天呢我們邀請了一個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香的一位觀眾 不是觀眾啦 是來賓 我們特別邀請他來參加我們第二次的 Let's Battle 大賽 那待會呢我們就先請他出場 再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他是哪位何方神聖吧 掌聲歡迎 CINDY 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有什麼事嗎 今天有什麼事 我們不是已經講好了 我們今天是要進行一個就是Tabata Battle大賽 沒問題啊不怕不怕 放馬過來 不怕嗎我想說 我想說當初在邀約的時候很怕你聽到就直接拒絕 不會啊怎麼會 對 那最近這段時間你在家有維持就是運動習慣嗎 有耶因為我本身原本就是有就是不是全職做的嘛 所以我就是外面還有工作 我最近就是在家工作 然後也比較多時間可以就是自己安排自己的運動時間啊 然後跟工作時間 其實我好像覺得運動量好像變得更多 真的耶我最近因為都在家工作 但是工作其實說真的一直坐在電腦前面很無聊 但是你又不能出門 所以你其實能抒壓的方式就只能做運動 嗯而且你工作完你可以不用再可能去別的地方運動 你就直接到旁邊的空地運動 然後動完就可以直接洗澡超方便 今天我們就是特地來準備來一段Tabata Battle 因為我相信在這段期間你應該做了各式各樣的就是訓練動作吧 應該頭腦隨便撈個三四個應該是非常輕鬆的 那我就來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等一下的規則呢就是 有來賓先出招 那你先想一個動作我跟著一起做 那下一輪就換我想動作 然後你跟著一起做 我們一直交替 那一個人總要出四個動作 所以我們會在六分鐘之內決定勝負 只要跟不上對方的動作 他那一回合就算十分 好準備囉 3 2 1 Let's battle Dingpei is always right OK 好 你先出燒 第一個動作 你要想像自己在爬雲梯 所以手會一直這樣 然後加上腳 然後不要偷偷偷腳 OK 爬雲梯的感覺 GO 像這樣嗎 快一點快一點 哇竟然是跑動的 看這個差比較高 這個動作有難度耶 第一個就是有出這麼難的 不能偷偷偷腳 沒有我沒有偷偷偷腳 你有點像猴子耶 這個動作 我早上還有運動 現在腳好痠 你看看我今天睡滿飽的 休息休息 下一個換我出招了 剛剛那個這麼喘 我們要保持這麼喘 我第二個直接來一個波比跳 要 要 直接炸汗了 準備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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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猜到速出來了 加油 加油 換你出招了 再難了 我們要做突然靜態的動作 我們要做一個瑜伽的速式 就是 把腳放在大門內側 這樣嗎 對 手不可以掉下來 那手咧 手往上 所以 這個動作算是 穩定腳踝 掉下來就輸了是不是 對 很喘耶 沒想到會這麼喘 好 緩和一下 我們沒有在演 我們是來真的耶 那你試試看把眼睛閉起來 好 欸 眼睛閉起來 是你的 是你的 這個不行 眼睛閉起來會跌倒啊 難度太高了 你的眼睛太能跌倒 休息 下一個換我 我出一個 我覺得還算OK 簡單的動作 叫做螃蟹走路 但我們做靜態的就好 手掌撐地 然後 肚子撐起來 頭看天花板 訓練我們的 手臂肌群之外 連大腿後側啊 屁股也會練到 我們這樣很像一個那個 床邊桌的概念 喔 不會動 如果還OK的人 可以就是 加上像這樣走路 難度就會提高了 但是屁股不能掉下去 哇塞 哇塞 OK 換你了 好我們等一下要做一個 蹲下去 抬腳 蹲 抬 然後看可不可以 不知道你音樂性好不好 可以的話也可以跟這個音樂性 好 好 唉唷 這個動作 蹲下去一點 走 來 這是乳酸的 欸我蹲得很低欸 哇塞 腳真的有酸 真的 這個超酸 我已經想好下一個我要出什麼 這已經是你的第三個對不對 對 好休息 等一下下一個 我要出 你有做過停頓深蹲嗎 一樣是正面 然後我們在這邊這樣 不能動 然後上半身要加上輝拳 像這樣 GO 加油 屁股不能起來 在小範圍去做動 可惡 好帥 超帥 我害到自己 你為什麼要這樣 還有15秒 加油 屁股不能越來越高 沒有你看錯了 幻覺 喔 喔 我等一下做 有點軟腳 做核心怎麼樣 好換你 坐他這 然後手 隔流碰肩膀 好 OK OK 剪肩的動作 這個是超殺害的動作 我整個 太痠了吧 還有15秒 大腿快爆炸了 我等一下要針對這兩個弱點 做我的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 下一個直接坐在地板 然後我的動作 是做一個 腿跟核心一起的 我們待會做剪刀腳 腳要這樣開合 然後身體的 腳伸直 炸一下腹肌 走在後面就是 打直撐著就好 腹肌我可以啦 這個還有一點腿 這不止腹肌 腳要打到最開再合起來 腹肌才會被伸展 腳要打到最好 節奏不能變慢喔 加速加速 加油 加油 休息 完成 先緩和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錄 還可以嗎 還行 會不會太累自己 有啦平常有在練有差 我跟你講我們上一集的來賓 就是我們頻道的天母風低鎖 他基本上做了兩三個他就開始擺爛 完全做不下去 真的假的 我今天完全覺得 我已經出的動作越來越難了 怎麼你都還沒被累打 可能接下來要調整那個 不只六分鐘 可能要加倍變12分鐘 那你剛剛有沒有覺得哪個動作 是你覺得難度最高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 Hold住打拳的吧 因為就是你前面已經累積了一些 就是乳酸堆積 然後已經運動一陣子 然後又要再用盡全力的Hold在那個動作 真的很累 而且直接炸汗出來 真的我那個動作已經自己出完都很後悔 真的後悔 原本已經腿很痠 然後做完那個想說 哇看這個可不可以讓你跟不住這樣 沒想到失敗了 弄包自己 那你最近就是在家有沒有推薦觀眾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哪一些訓練 是你真的跟著做完 然後你自己蠻推薦的 就是我看你平常做蠻多種類的 有沒有想跟大家推薦 我覺得可以看大家自己的喜好 就是可能上班上很累的話 我覺得可以大家做一點一家伸展 然後Youtube上面都會有很多影片可以跟著做 然後老師也會就是講解則引導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是蠻好的跟課 而且你也不用怕說你做不到 而且就是做完人家你整個全身都超舒展 認同 真的我覺得真的 最近真的是疫情大家都關在家 但是有很多還不錯的影片 我覺得可能平常都沒有發覺 現在這段時間在家很多時間就可以 拿來跟著做我覺得是蠻好的選擇 那你頻道最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企劃影片 就是即將上片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我應該今天或是明天會上一支 就是跳繩的介紹 因為最近身邊真的太多人開始跳繩 然後我們就邀請了一個 跳繩起家的教練 然後請他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如果是新手該怎麼去挑選適合自己的跳繩 然後跟跳繩的一些正確的姿勢啊 跟無論如何適合的菜單 然後跟訓練方式 感謝CINDY 那如果大家對於CINDY的影片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會把他的連結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去參考他的頻道 有很多關於運動相關 甚至他最近剛開始騎車沒有多久 有很多他的新手自行車出體驗可以去看一下 感謝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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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好的 那我們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就下一支Tabata Battle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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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我們要不要再抓他們 我們要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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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還是一個 對 我們要注意到